不过在餐具的选择上是非常中国的 凤凰 蝴蝶 牡丹 葫芦等图腾 是八八娘惹餐具常见的图案 他们早年从景德镇和日本飘洋过海而来 真正富裕的八八娘惹家庭 还会定制属于自己家族姓氏的瓷器 不同节日用不同颜色的瓷器 婚庆用红色系 孩子满月用特制的超大汤碗 丧氏则用青花瓷 从这些细腻的颜色安排 可以看出八八娘惹家庭的讲究 这是1930年代 新加坡八八娘惹家庭的婚礼记录影像 从新娘的表情或许反映出婚礼的漫长 八八娘惹的婚礼呢 它是传承的闽南婚礼习俗的基础上 更加的繁琐和奢华 尤其是马六甲的八八娘惹的这个有钱人的家庭 甚至他们的婚礼能够达到12天啊 那么在婚礼的期间这12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那每一天呢也都要拍摄婚礼的照片 那么其中呢第一天和第12天是最重要的 在第一天新郎要骑马到新娘家 在婚礼的这12天的时间 都是白天新郎官来到新娘家 晚上回去 到第11天的晚上 新郎是可以跟新娘同房的 因为第12天非常重要 要验真操 这一张张的结婚照 是早期传统八八娘惹家庭结婚时 必拍的照片 中式服装搭配大量的珠宝 展现混搭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